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指细说不胡说的悟空闹电影 今天还要和大家介绍超级恶搞电影《精神尖笑》系列的第三部 一开场,在一个郊外的农场,出现了很多奇异的现象 动物们仿佛都成精了一般,玉米地也出现了奇异的形状 这一事件被身为主播的女主辛迪报道了 她准备继续追踪,认识了农场的主人乔治 之后遇到了自己的好闺蜜 她告诉辛迪,最近网上风靡一款录像带 传说看过她的人都会接到恐怖的电话 然后会在一个星期后死去 而自己也作死的看了 今晚就是她的七天大限 她现在很害怕,说着竟然还流进了鼻血 辛迪小心脏都快被吓出来了 闺蜜却只是涂了点番茄酱,还嘲笑辛迪这么好骗 没想到,接着她又开始全身颤抖,口吐白沫 辛迪心脏病快犯了,结果她还是装的 辛迪从此下定决心,就算她立马死了也不会管了 之后,闺蜜兴奋地去拿爆米花 没想到这时,电视里居然爬出了一个美国版的真子 吓得她坐到沙发上 表情恐惧,紧张地吃起了爆米花 以为电视机出现了3D功能 然后真子一斜头倒出了脑子里的水 闺蜜再次搞笑,破口大骂 真子弄脏了辛迪板,直接给她来了一记长拳 两人牛打在了一起 不过呀,真子身经百战 最后还是把她给拿下了 之后辛迪着手调查那卷录像带的事 自己又作死地看了一遍 然后真的接到了恐怖的电话 接着她找来朋友乔治 也就是家里农场出现怪圈的人来照顾侄子 自己赶紧去找最早看过这卷录像带的幸存者 也是一个可以预测未来的先知 发现画面中有一个灯塔 十分奇怪 或许是揭开录像带秘密的关键 不过还没去找灯塔 先知就和真子打了起来 这也是她为什么能够逃避诅咒的原因 回到家后她发现侄子的生命力堪比小强 虽然伤痕累累 竟然也作死地看完了录像带 为了让侄子躲避诅咒 金迪故意不让她接电话 可恐怖接线员却绕了个弯 把他们给骗了 这时乔治家的农场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大晚上居然有怪人闯进她家 假扮杰克逊尬武 最后发现他们居然是外星人 难道真子已经和外星人联手想要毁灭地球吗 金迪赶紧侵入公司的播报系统 把这一消息直播出去 然后找到了那个像烟头的灯塔寻求原因 可里面却只有一个非常喜欢偷窥的怪老头 在全世界都装上了监控系统 而那个真子就是他领养的女儿 天生就很邪恶 他的妻子于是杀死了他 没想到事情并没有结束 真子天生带有诅咒功能 死了以后便把诅咒带进了视频里 然后老头又不小心把录像带给放了出去 就这样顺着录像带顺着网络传播到全球 引起了巨大的恐慌 这时总统得到外星人入侵的消息后紧张过度 时刻准备迎击 看到长得丑的一律抓起来 认为他们都是外星特务假扮的 另一边 星地等人也联合到了一起 经过一番混战 他们终于发现 外星人不是要来毁灭地球 而只是想要除掉真子这个祸患 原来他们所有人在几天前通过卫星直播看了那段视频 如果不除掉真子 他们整个星球都要灭亡了 终于 星地找到了真子死亡的井口 真子也立马出现 开始表演电剧杀人魔的舞蹈 星地想要用真情感化他 把他变回善良的小女孩 可无奈 真子天生就是个变态 继续追杀他们 千军一发的时刻 真子再次被推进了井里 一切就此结束 这部电影恶搞了天照 午夜凶灵等等经典剧目 超级无理头 这个系列也可以称得上经典了 喜欢喜剧的小伙伴 千万不要错过哦 好了 今天的电影讲完了 喜欢就点赞订阅一下呗